最新,孙安佐记者会临时喊卡有内情,律师紧急赶回法院警方冷笑,已经来不及了。 狄英和孙鹏的儿子,在美国就读高中的孙安佐,日前惊爆在美国藏有大量军火,甚至扬言要扫射校园,引发美国人恐慌,目前已经被警方逮捕。 消息传出后,震惊不少台湾民众,演艺圈明星也都吓傻,日前狄英为了救出儿子,和老公亲自到美国,还换掉原本的律师,请来王牌律师为他辩护,没想到现在却。 广告,请继续网下阅读。 据苹果日报报道,孙安佐原本告诉美国警方,扫射校园只是开玩笑,并表示自己没有拥有枪支,数了几天后,竟然被警方查出,持有1600发子弹和9厘米手枪,震惊美国社会。 据悉,目前他虽然只被起诉一笔罪名,然而之后还是有可能因为这些子弹、枪支导致罪名加重,然而原本宣布要在美国时间星期五。 今日,举行记者会说明,孙安佐原本的律师却临时取消,原因就是。 广告,请继续网下阅读。 据TVBS报道,原本孙安佐的律师,宣布要在台湾今日,举行记者会说明案情状况,熟了却临时批叫去法院开会。 由于律师办公室在6日休假,如果要知道详细状况,最快也要在美国的星期一,至于到法院开会是否跟孙安佐案件有关。 律师办公室的职员却未回应,上达比镜区警察总监齐伍德则表示。 影片来源,TVBS 齐伍德说,孙安佐的律师有可能是想要他认罪协商,这样在美国关一段时间后,就可以马上回到台湾,并表示这是最省时的方法。 不过他表示现在才想要认罪协商已经太迟,冷笑说,有谁会在周五,台湾时间7日,举行记者会。 如果是好消息,我只在周一,周二开记者会,如果是坏消息,我就周五下午宣布。 因为星期五看新闻的人比较少,研判应该是案件正往坏的方向发展,律师才会做这样的决定。 不过目前孙安佐的律师还未出面说明状况,案件真实情况发展不得而知。 好突然就取消记者会,希望不是状况变得更糟了啊。